歡迎回到節目的現場 我們說到其實因為國內器官捐贈 這個風氣並不高 所以現在為了要提高民眾捐贈器官的意願 衛生署是打算修改一些規定 包括所謂的心跳停止 就作為死亡的判定 另外現在也在評估說 所謂非親屬捐贈的可能性 我們來看下面的PCR 很多癌痕病患臨終前為了急救 會被電擊或插管 若最後呼吸心跳都沒了 而且全部器官都停止運作 醫生才會判定腦死 這時才能進行器官捐贈 但日前衛生署表示打算修改規定 只要心跳停止就能捐出器官 據統計目前台灣共有7336人等待器官移植 但是今年上半年 屍體器官捐贈人數只有107人 總共捐出407個器官 為了提高民眾捐贈器官的意願 衛生署將修訂器官分配原則 除了新增無心跳作為死亡判定 另外也將評估非親屬捐贈的可行性 例如現行規定肝臟腎腎臟的活體捐贈者 必須是五等親以內的嬰親及配偶 但未來同居人非婚生子女甚至朋友 都有可能成為器官捐贈者 此外過去曾傳出有民眾拒絕接受死刑犯 所捐贈的器官 衛生署表示基於保密原則 不會告知器官來源 而依照器捐登陸中心規定 拒絕接受這類器官的病患 必須重新回到等待名單 等下一波合適器官的出現 不同的器官有不同的排序原則 要考量你的疾病嚴重度 考量你的年齡 還要考量你跟捐贈者之間的器官配對 組織排斥情形 這個都要一起考慮進去的 核心署強調非親屬活體器官捐贈 還要委託學者專家進一步研議可行性 但短期內絕對不會開放 另外新法也規定 若本人或親屬曾有活體器捐 未來將可享有受贈器官移植的優先權 而這項新的臨床作業系統最快年底就會出爐 好 根據現在的規定 如果要捐贈器官 要經過哪一些的步驟呢 第一個就是說 自己本人已經有用書面 或者是遺囑來同意了 另外呢 要最近的親屬以書面同意 或者是有捐贈意願 經兩位醫師書面的證明 那如果他是身份不明 或者是最近親屬不同意 不適用 那也 所以也就是說 醫師這樣講 假設我今天已經說 我有這個意願 我想要簽 就是捐出我的器官 可是假設說我的身後 我的配偶 或者是我的父母說 我們還是捨不得 那所以這樣子的時候 其實就不會去將他的器官 假如三個民法來講 這樣是可以捐 還是可以捐 你自己的意願嘛 因為你自己的意願最大 你有寫 像你的同意書對不對 那就代表你的意願 但是問題就是說 我們在實務上在操作 說實在 我們覺得說因為這個器官 就牽涉到國人的一些思考邏輯 我們還是會求整個家屬的和諧 當然是求圓滿 這是最好 所以我們會跟他溝通 因為不過 說你有溝通 就有那個機會 因為家人知道 你申請有這個意願 其實家人也會遵照你的意願 你知道嗎 他雖然他有他的想法 可是因為你有 你申請有表示過 那他當然覺得這個 這樣你可能一路就會比較好走 你不會有缺憾 所以說變成說 我們在有時候 而且人家簽卡是這個樣子 不過我們是覺得說 他沒有簽卡的時候 我們也是會跟家屬問 家屬假如說是不願意的話 通常我們醫療團隊都不會勉強 因為勉強沒有必要 因為你不要 你為了要救 把那器官栽取 救別人 讓這個家人 每個人都不快樂的話 我想那個沒有意義的事情 所以像比如說 今天假設我是一個想要捐贈器官的 一個民眾 那我簽下這個之後 我的器官到底會被拿出去多少 這個是誰來決定的 這就是他 你家人可以幫你決定 所以說你在事先 你在舔的時候 你就舔說 我捐所有的器官 或是我就要 捐我的那個心臟 或是我是要捐我的腎臟 或是我腎臟只要捐一顆 因為我們身上有兩顆嘛 你都可以選啊 你知道 就很詳細的 對 你可以勾 我能夠捐出什麼樣的器官 因為就是說我們事實上 我覺得這東西 其實說實在 就是國人都要有一個瞭解 所以其實醫療團隊 不是兔鷹 他真的就是 就是因為 只是說把這個觀念傳播出去 你捐了 你是在救別人 那我們也知道說 其實像說 我們在很多大醫院裡面 我們都有一個 就是對捐贈者的一個 就是我說時候捐贈的人 他的那個名牌 你知道 我們都會設金牌 在那個醫院的重要的部分 然後讓一般的民眾 可以看得到 其實我們看得到 很多民眾來看的時候 民眾都對這些 曾經捐贈的人 都很感動 因為事情不容易 很偉大 那我常常在笑說 其實你看看 假如我們自己的阿公阿嬤 他假如已經過世的時候 他的那個 放在那個鄰骨塔 他放在哪一個位置 你假如去看的時候 有時候你還要拿你的電腦 起來算一算 你要記錄在哪個位置 我們大概知道 可是我們的小孩子 要再去看的時候 更不容易知道在哪裡 可是問題是 你假如這個人 名字在醫院的大廳裡面 很多民眾在看的話 你自己的子孫 你來看的時候 你也去很驕傲 當時我的親人 曾經做過這麼偉大的事情 而且你看每一年的時候 你就說你往生的時候 也就是你的重生的 那個日子 也就是那一天 也是有人接受到你的器官 而得到新生命 其實那些受證者 他們都會來這邊表示 他們的那個感恩 是 不過就是說 我們在看一些資料的時候 有看到所謂受證者 跟捐贈的家屬之間 會有一些矛盾的心理情節 就我要不要去認識這個受證者 然後我要不要跟他有聯繫 我很想知道他過得好不好 他的狀況是什麼 可是我這邊好像又會有一些責難說 你為什麼就是同意 主要決定要捐出器官的那個家屬 他其實同時還會受到很多很多的一些質疑 其實這樣就是一般 依法來講 這個捐贈者 受證者 不應該要知道誰捐給他們 是應該都要不知道的 所以之前有一次死刑 一個死刑犯 之前剛好槍決了幾次 所以有些死刑犯捐器官 當場因為媒體都把它寫出來 所以當天接受移植手術的人 就幾乎都知道自己的捐贈者是誰 當時我們也曾經抨擊過 那樣一個現象 就是說事實上 你不應該讓他們知道是誰 所以他們可能會有一些聚會 但聚會大家是一種集體的 對所有曾經做過這個議局的人 我們的一個 大家一個心靈的療癒 或我們一集體的感謝 像他們會舉行類似胃靈劑 或什麼一起 讓大家一起對他表達謝意 但我們其實他們不會讓他們說 這是你就是誰 但是有些人他不知道怎麼 臺灣真的很小 而且你看一年才舉行多少的移植手術 才一百四十五個人捐 總共七百多個人手術嘛 對不對 那他們真的有些人 就是有辦法問得到 所以確實他們有一些用一些管道 他們會去彼此接觸 那個想要去接觸的心理是什麼 有一些人他是想表達謝意 那曾經也真的有人說 他就見到了 就是當時接受他的 比如說他的哥哥 或他的弟弟的那個 那樣的一個人 那他說那個感覺很奇妙 就是他會覺得說 感覺自己的哥哥好像 又在那個人身上活著這樣子 有些人是這種感覺 覺得那個 那甚至有些人可能是因為 心理暗示的作用 他就會說 哇 我好像覺得我夢見誰來說 甚至以前有小朋友說 他是夢見誰來跟他說 叫他要怎麼樣乖 什麼 就是很多人可能是經歷 這樣一個很大的手術 說明是一種暗示 或一種衝擊造成這種現象 但他們就是每一個人 都因為自己的個性 或家庭的那個一個背景 他會有不同的感受 有些人覺得很欣慰 因為如果他真的看到 知道說我的孩子的器官 在他身上活著 他覺得他就好像看他的孩子 他覺得很好 可是有人現在不想 有些人有壓力 因為他們當時是覺得說 我負責做這件事 還有一種背叛 都不一定 每個人不一樣 是 那這個說到 就更玄妙的部分 說我看到一些報導 就是說 有些主要的器官 他會有記憶 所以一個人 他本來在移植心臟之前 他不會畫畫 結果他做了心臟移植以後 他變成非常會畫畫 後來就去追蹤 他曉得給他心臟的人是個畫家 因此如果能夠把這個部分 拉進來的時候 其實真的就是還活著 就是說我的親人 雖然死了 他的心臟移植給另外一個人 結果他的繪畫的才能 就真的是在那個人身上表現 所以主要的器官是有記憶的 他是保留著那個死者 他的某某一個部分的生命 這樣的話 那不是更加是很真實的 那個生命在延續嗎 對 是 我想這種故事 那如果能夠做一個 這樣的一個傳播的時候 那家人也可能會更樂意 對 那這個至於兩方應該適不適合去認識 我想應該看個案 對 這裡我可以舉個例子給大家參考 給觀眾 其實曾經我有一個病人 他一開始的時候 他是他弟弟給他腎臟的 就他弟弟就 就連他自己的親弟弟給他 其實他弟弟變成有一點好自懶作 你知道嗎 弟弟就都到姐夫的那個工廠那邊去 就是等於說是 等於就是認為說姐姐身體好 姐夫工廠才會做得好 都是他的貢獻 就會想要一直 結果姐夫 到最後姐姐就覺得很 對姐夫 對那個孩子就很愧疚 是 到最後剛好這個姐姐的那個 這個腎臟就慢性排斥 慢性排斥 不然就是說他本來想出家 你知道嗎 慢性排斥了以後 剛好有機會 我們再有一個大愛的人捐贈 那就做了以後就整個好起來以後 弟弟就覺得說姐姐身體再好起來就不是他的credit 他的功勞你知道嗎 所以為什麼就是說 我們通常是受贈者 他大概有機會了解捐贈者是誰 不過問題是我們就說捐贈者 要了解受贈者是誰的時候 通常有時候在醫院裡面的社工 他會做一個保留 你知道 因為你怕就是說 就剛好講說 假如說捐贈者 他知道受贈者是一個董事長 後面的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問題 但是我相信大部分捐贈者 事實上沒有這樣的一個念頭 我們曾經就是有一個病人 就是一個很感人的故事 就是我們一個病人 他要換腎 鄧老師就有人捐贈 他就在那個 誰 那個 就是在等候室的地方 等候室在 因為他腳痛就不能動 就在那邊等 等他先生在裡面要開刀 他就碰到一個女孩子 那女孩子就坐在他旁邊 因為兩個人 兩個人都有家人在裡面開刀 這個媽媽 這個太太就問那個女孩子說 你在做什麼 他就說 我家人在裡面開刀 他就說 你先生在開什麼刀 我天上換身 你爸爸要開什麼刀 我爸爸就 真的那麼平衡的心情 這樣兩個人相遇 那真的是有原本的 他自己家人要捐贈 他也是很平常心 就跟曾老師所說的 他真的就是高高興地去做這個事情 對不對 然後這個要接受腎臟移植 這個 摘下來腎臟 中下腎臟 這個病人在裡面 他 逼肝代源者 現在就是逼肝代源者 就是不能夠 請收 聽到這個器官 就比較瞭解 這樣從技術層面 還有這個 這另外一個 一個是曾教授 生命教育的層面 那講來講去 人們願不願意捐這個 比如說什麼全師 要怎麼樣 其實涉及到觀念 那觀念其實是教育的問題 那今天 是 是 你那電視的聲音 大概關小的 這樣聲音 再不然一直回收出來 這樣 請繼續說 這個人家也說他沒有轉移 你說這樣 如果做器官捐贈就沒有轉移就對了 對啊 所以你覺得是也會比較好 不是 器官捐贈 但是一個人 我跟你講 你媽媽 像電視上 媽媽要捐兒子器官 他也不知道他兒子是同性戀的 是 他如果有說 他如果有說吃菜 跟主桌 說關閃 那種關閃 關鍵 人愛人間 所以你認為說 其實這樣可能會產生一些 誤差就對了 一些遺憾就是了 他不知道他兒子是同性戀 是 好 謝謝 謝謝您的意見 我們再來接臺南葉先生的電話 葉先生您好 喂 您好 那個 李醫師你好 嗨 那個 我是那個李醫師的病人 因為我在城大有捐贈給我媽媽 我是葉思樂 葉思樂 你好 那個我是覺得說 因為他們醫師 像洪主任 洪崇姐醫師 他們做器官捐已經很辛苦 不要因為這個事件感染 對大家對這個器官一直沒有細心 我希望那個李主任 可以繼續在保持 那個精神下去這樣子 是 那葉先生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這個捐贈之後的身體狀況 還有心情 非常地好啊 也感謝那個李主任 大家一起照顧我們這些病人 尤其我們成立成大這個器官捐贈 尤其在那個李主任的這個推動之下 其實真的很不容易 不要為了這一點小小的挫折 而導致對消費 那個一般到中對這個器官捐贈沒有信心 我再跟您請教 您想跟就是說對器官捐贈有疑慮的民眾 您想要說什麼樣的話呢 放心把那個我們的身體交給我們醫師做全權的處理 是 好 謝謝 謝謝您的電話 我們就還有人看 是 您的病人來 跟您感謝 他是這個病人 以前那個 他媽媽是住嘉義 就是前一陣子你知道那個 那個誰 那個就是那個稻田收購 收購的時候價錢很低 他很低的時候 他媽媽就就要趕快去採 那個曬那個稻谷 就弄著把身體弄成累累的 然後我就說這個你這樣 我下次跟你兒子講 兒子給媽媽腎臟 當然是 媽媽要把身體要照顧好 他就他就說 你不能告訴我兒子 你現在講出來了 其實剛剛有觀眾有點誤會 我是講說 我們器官移植 就是一直不能很盛行的原因 就是有一些社會上的觀念 他可能以為是我的觀念 其實不是 所以我剛剛有講說 那個那個身體 保護受伸不可毀傷 這個現在也有不同的解釋 是 我想跟各位就是聲辯一下 不是我的意思 是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其實大家會說 那我今天這個器官捐出去之後 到底目前在臺灣的所謂 器官移植手術的一個狀況 怎麼樣 我們來看幾個主要 這個器官移植的一個存活率 在心臟的部分 三年存活率是百分之六十八 五年是百分之六十三 腎臟是百分之三年是百分之九十四 五年是百分之九十一 肝臟是三年是百分之七十八 五年是百分之七十三 肺臟的部分呢 三年是百分之六十四 五年是百分之四十六 所以蘇青我們再看臺灣的 這個器官移植手術 大家會說臺灣的手術 這個技術 其實是相當先進的 是 其實我們在這個移植的 這個存活率上來講 算是很不錯 除了大家可能有看到 這個肺臟這個項目 肺臟這個項目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早年 因為什麼樣的情況 好像是捐贈的情況 可能那個器官的情況 比較美好還是怎麼樣 唯獨在這個部分看起來 大家會覺得比較差一點 其實其他都很好 而且像很多人跑去境外移植 我覺得這是很大的風險 比如說以腎臟好了 我印象中 不久前 應該是今年 那個時候臺大他們才統計 因為你也知道有一陣子 大家常常跑去境外移植 於是不回來臺灣 然後再用臺灣健保資源在追蹤 那他們追蹤就發現 在境外移植這些人 後來幾年之內得到癌症的機率 是遠高於在臺灣移植的 所以你可能看存活率之外 還有很大其他併發症或感染症 其實我覺得在臺灣的整個品質是高的 可是剛才李醫師講一個很大的重點 就是現在很多部分 財團醫院 他並不希望很鼓勵 移植團隊去多做這些事情 甚至有些醫生他們就會傳言說 他們醫院其實只是因為要評鑑 可能這有一個分數或什麼 他就勉強做個幾例這樣子 那為什麼呢 就因為我們如果在評估這些 你要鼓勵這些人去做這些事情 那這些人必須要有一些武器來做 那他武器就包括他的人力 他的物力 還有他這個團隊可以怎麼樣去運作 那可是當你這個讓醫院覺得 我有做可能比沒做來的賠錢的時候 他會選擇少做 所以就是這個情況之下說 你怎麼樣維持他的進步 維持他的成功率 維持這些醫院要做 就是要重新思考 我們要怎麼樣看待這樣一個團隊 因為之前我曾經開個玩笑 就是說這次事件出現的時候 曾經有那個衛生署主管就會說 那最重會停業一年 就是如果移植團隊 那那時候衛生署的記者就突然間說 停業 處罰他們停業 他們去做那個整型美容還比較好賺 你覺得我對於傷害到的是誰 傷害到是民眾 是不是 因為這麼優秀一個團隊 你就要不要做事 他本來就沒靠這個在賺錢 是不是 所以你要重新定位這些團隊 就是說他真的 這個他們其實我常常覺得 我不知道李醫師 他們可能是為了成就感 或是某些使命感在做 不然醫院其實並沒有這麼愛他們 是 是這樣子 不過就說 很辛苦 不過就是說其實辛苦不辛苦 完全就是跟曾經老師講 對生命的價值 我是說其實大部分每一個人 在追求他的一個理想 像說實在我自己 平常講 我當時要學外科 也是因為我哥哥 臺到外科裡薄膀 他這樣一路帶 那就是說我是覺得說 在這種大的醫院 在工作的時候 其實到時候都不是為了錢 我兩個小孩子 一個現在走外科 一個走迷尿科 其實我是覺得說 他們走外科 雖然是比較辛苦 但是他們講 我是自己覺得有成就感 那還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是覺得說 剛剛提到這個 這個數目指示 所以說就牽著一個觀念 就是這個臺灣的 換腎的那個 那個病人的存活率 有九十二Percent 對不對 那事實上各位知道 洗腎的一個存活率的時候 在病人 在美國來講的話 就是我們的內科教科書 他五年的存活率 只有三十八Percent 可是我們臺灣洗的 比美國還要好 所以我們臺灣洗腎的存活率 有五十六Percent 所以五十六Percent 跟三十八Percent 我們是比外國人洗腦 不過這是整體而言 當然就有時候 越年輕的洗腎的長期的存活率 更好 這個我們都是可以接受 但是我是覺得說 什麼事都是一個整體的平均 那當然做遺址的病人 因為就是他的身體狀況 沒有那麼差 才來做遺址 所以他的成績 又當然更好 不過那個可以 就是比較對 那所以說 這樣的一個這麼好的成績 以前都一直沒有被人家所去提到 你知道嗎 大家都覺得說 患性好危險 這個開刀 就是有很危險 就像今天做的腎臟 一直有一些人 得到這個毛病的時候 你看患性好危險 因為會有一些狀況 所以但是問題有一些東西 就是說 你要整體去看才科學 不能用個案去看 那我是說 當時我當理事長的時候 就把這個整個臺灣的成績 還有臺灣的病人數 我就拜託大家都把資料收集 我們用我們自己臺灣本土的data 我們就很容易讓社會知道 所以你今天給我這個機會 來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患性真的沒有那麼危險 患性真的對病人好 對整個國家的財務也很好 因為國家假如健保 他不要浪費那麼多資源 在洗腎的時候 其實每個人的健保 平均混到別的疾病的治療 那每個人都好 對每個醫生也好 那個支出會少很多 對 那支出可以化 你把他弄死了 健保的就是這麼一大塊 你就把他弄死死的 那其他的 像別的手術 別的治療 匯用自然就是幾乎就會變少 最主要對病人的生活品質也差很多 我有一個一個長輩 九十二歲的 那其他身體都很好 但是他要裝假牙 然後他就跟他兒子說 他要三十幾萬來裝這個假牙 所以就說三十幾萬是呢 意思就是說你九十幾歲的到底 可是呢 他堅持要換 你知道他後來的三年的那個生命的品質 非常好 你看所以我覺得說 如果身體怎麼樣 有可以移植的話 那麼生活品質 真的就會救很多人了 最主要是這樣子 是 不過曾老師剛剛就是像素卿所提到 還有說李醫師含蓄的提到就是說 其實醫療團隊他有心做 可是如果上面沒有支持的話 其實他做的也很辛苦 那這個部分是臺灣的哪裡出問題呢 我想說開玩笑就是因為我們對政治太熱狂 因此所有的政治人物都只能顧眼前 所以屬於那種不能馬上看到成效的 那個業界會被下一任去當功勞的 他們都不願意做 所以就完全被卡在這個地方 也就是整個臺灣大概的問題都是在走短線 只看眼前 用功力 沒有長期的規劃 因此呢 有很多必須要這樣子 有高端遠足一一棒街上去做 才能夠完成的事情 在臺灣都被卡住 對 這個講得好 對 這是我是 的確就是以這樣的一個心態 在說像這次的事情發生 大概也許各位觀眾在媒體裡面看到 我一直很堅持 我覺得說我們的這個移植團隊 沒有理由被人家這樣這樣就是說 你制度的面臨很多都可以檢討 但是問題就是我們今天要做的事情 其實不是真的為了我們自己 像剛剛那個聽眾打來 我也不知道他會看公視 我也沒有說先跟我的粉絲說 我今天要上台 臉書團上面沒有寫 今晚七點 我真的來不及講 以後知道我就會先表達 不過我是說像我們一路走來這麼久 我們跟我們的病人 就是一直維持一個 真的就是說那種 因為像你假如看病的話 你是真的是要必須要視病如驚 因為這病人看完到以後 他長期要吃藥 他就是要看你 所以說他比如說你今天他的問題 你今天不把它解決 明天他還是你的問題 一個禮拜還是你的問題 所以我是從以前我都覺得說 既然走這個行業 你就好好的對病人真的用心 但是問題就久了以後 其實我想人就是那個心靈的溝通 就差很多 真正的價值感 不過就是醫生很有熱情 熱情很有使命感 但上面的制度的一個支持 其實就是變成說 你就是要主動去溝通 像說我說實在這次邱署長 他也是跟我有通電話 他也是能夠了解這個東西 所以我相信 只要有權利的人 他願意去做這個事情 很多事情就不一樣了 像我自己的工作的醫院 我說我們成大醫院 號稱就是成本大的醫院 因為我們的主管 他就是覺得說 做什麼事情 應該做的就是支持 或是有這樣的公立大學的醫院 才有這樣的一個條件 對 剛才那個C肝也可以 只要對方那個C肝就可以 謝謝